Hello大家好 今天的视频呢 我是想给大家做一个 我最近买的唇装的东西的一个试色 因为我上次就是在我的那个战利品分享里面 就问大家想看什么 很多很多同学都想看的是这个唇装的试色 所以今天呢 我就想来做一下这个唇装的试色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就请继续看下去吧 我呢就先来给大家试一下 Colourpop情人节出的一些限量版的两支唇笔 我只买了两支 它还有别的 但是我就是 因为我已经买他们家东西买的太多了 所以我已经暂时没有什么草 但是我看见他们情人节限量的这个packaging 实在是太可爱了 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这种有银色的猩猩在上面的 我觉得好可爱 然后它的包装也是这种限量版的粉色 然后有陶芯在上面 然后他们出的这个情人节的限量 好像都是偏裸色系一点的 然后我买的两个颜色是叫做 Sure Thin和Only You 都是一种偏裸色的 有一点鬼打墙哈 然后他们的formular都是那种cream质地 我不知道他们该是改良了这个formular还是怎么样 非常非常的cream 就是我觉得比他们家原来的那个cream的那个formular 还要cream 就是总之就是五块钱真的太滑了 而且我觉得颜色非常非常美 如果是喜欢那种everyday daily look的那种妹子们 我觉得非常非常美 这两只我都很喜欢 虽然就说是两只颜色都有点鬼打墙 大家大概选一只就可以了 接下来呢我给大家试的是这一只YSL的这只唇釉 12号就是大家所谓的有段时间火得不得了的那个展蓝色 对不对 我不知道最近这段时间还火不火 反正我觉得我买下来呢 我觉得好吧我又开始那 又开始比较peaky了 就是我觉得从formular上来说的话 drugstore有可以代替的 比如说美宝莲和是露华农还是欧莱雅 欧莱雅都出过有这种类似于唇又质地的这种 它也是这种方罐的 然后formular和那个基本上是一模一样 我现在手上没有了 因为我猜就是丢掉了很多唇部产品 因为时间已经有点久了 但是我以前是买过的 和这个我觉得质地无差 然后颜色上来说我真的觉得 大家就觉得这个颜色非常非常美吗 还是就是很特别吗 还是怎么样 我觉得也不至于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这个12号色呢 对于那种不是口红控的 可能妹子入一只以后好像觉得就比较 但是对于像我这种口红控有很多很多种颜色 我觉得不管是从质地上来说 还是从颜色上来说 我们并没有觉得它有非常非常的特别 但是很多妹子就喜欢这种所谓的 在唇上的水红色吧 沾蓝色 接下来给大家试的这个颜色呢 是Mac的Blankety 这个颜色呢 就是说我也不知道莫名其妙 我是被谁中的草来着 我也不记得了 说是它跟一个makeup forever 一个非常红的一根裸色 非常非常的像 是我最喜欢的一个 他们家的一个系列 Amplify这个系列 然后它这个裸色 我觉得在我的肤色上并不讨巧 就是说 我觉得有一点偏淡一点的裸色了 所以说它是一个粉裸色 但是呢就是 我觉得又带有一点点的cool tone在里面 我还是喜欢warm tone一点的唇膏 因为我本身是一个warm tone的人 我觉得cool tone在我脸上显得有一点病泱泱的 然后但是呢 它这个唇膏就是我觉得有一点点病泱泱 我觉得比我的皮更白的妹子 就是我们很多亚洲妹子 什么一白二白那种 我并不是啊 一白二白那妹子我觉得用这个颜色 可能会很好看的一个裸色 但是我觉得用这个颜色的时候 最好眼妆稍微上重一点 要不然就是整个脸部就很没有重点 知道吗 就是唇也不是重点 然后眼睛也不是重点 所以我就觉得用这个裸色的时候 我觉得可以就是眼妆稍微上重一点点 或者说是上烟熏妆的时候 配这个裸色还蛮好看的 但是就是我觉得在我脸上 并不是一个很讨巧的裸色 接下来呢就给大家介绍Bite的这个 Amoosh Bush的这个 双头的这个唇膏 现在Saphore在打折 因为它这个是节日的时候出的限量 然后现在可能还没有卖完 所以就在Saphore打折 我真的是对这个的formular 我就不用再说了好吗 就是真的是 最好的唇膏的formular之一 我觉得我用过的所有的唇膏里面 最好的formular 应该是Nars的Audacious 然后其次就是这个 就是非常非常香香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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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这个formular 然后它这一头的颜色 我买的是Pepper 然后另一头的颜色叫做Bronze 就这一头的颜色 虽然大家也看 光用这个Pepper是一个非常美的那种 豆沙红吧 应该算是豆沙红 然后你可以用这个Bronze 点在唇的中央 加一点点那种金属的那种光泽感在里面 真的我觉得 没有可说的了 真的太美了 好吗 然后formular也很好 再加上现在打折 如果还有的话 妹子们赶快去入一下 试一下这个formular 你绝对会爱上它 接下来给大家试的是呢 这三支Nars Audacious的Lipstick 我已经在上次我的视频里说过了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到现在才发现 就是这个唇膏那么那么好 虽然说这个大风已经挂了很久了 这个呢 formular我就不用说了 非常非常地creamy 非常非常地显色 然后作为一个creamy质地的唇膏来说 它的持久度也相当相当地强悍 我对它没有任何的就是不好的可以吐槽的地方 非常非常棒的那个formular 然后就是大家就去选颜色了 然后我做了很多功课以后 我在每一个色系里面选了一支比较经典的颜色 这个颜色是在裸色系里面比较受吹捧的 所谓的日杂色 这一支叫Anita 这个裸色 然后中间这个红色叫Audrey 它是偏那种比较秋冬一点 稍微深一点点的红 我觉得非常非常地有气质 而且非常非常地有气场 这个颜色用起来 然后我就在橙色 然后珊瑚色系里面选了这一支Juliette 然后它就是那种 真的是这种橙珊瑚系 就是像我嘴上的颜色 我觉得在春夏用的话 非常非常地显白 而且非常非常地就是跳 然后就是那种温柔和跳 活泼在一起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这个颜色也非常美 所以这三个色系是裸色红色和橙色系里面 我做了功课以后 我选择的三个色 我觉得都非常美 然后质地也是真的太棒太棒 接下来我来给大家试这盒Sephora的 Give Me Some Nude Lip的每一个颜色好吗 我们从哪一个颜色开始试呢 我们先从这个 还是从Bite的这一支开始试吧 这一支是它的Bite的叫做Honeycomb 这个颜色我觉得好像我在那个Bite的 那个小铁盒 它的那个截着线上里面好像也有这个颜色的 它是那种带有一点点 橘的裸色 接下来我们来试Mark Jacobs这个叫做Slow Burn这个裸色 Mark Jacobs这个我是第一次用Mark Jacobs唇膏 我觉得用起来呢就是质地感觉 好像有一点点比那个Nars Audacious和那个Bite都要稍微偏干那么一点点 但是也不算是干啊 不算是干 这个颜色还蛮美的 非常温柔的裸粉色 接下来给大家试这支Urban Decay的1993 它是它的Comfort Matte的这个质地 这支是一支Full Size在这个里面 这个我以前用过的 它是那种偏棕色的裸色 很有气场 接下来我们来试这支Two Faced Melted Matte的这个颜色 叫做Sell Out 这个是他们家的Liquid Lipstick 就是当时大家看我就是 Kiss 不是Kiss Proof 但是实际上我还没有等它完全干 干了以后的它不会Transfer那么多 然后它的质地是那种比较偏慕斯质地的Liquid Lipstick 就是不是那种很稀的那种 不是很水的那种 它就是有一点点厚度的那种 味道真的很难问 我真的很不喜欢这个味道 但它的颜色还蛮美的 它是这种 有一点裸橘色裸橘色的感觉 我觉得颜色还蛮美的 然后我觉得我不会去回购这个Formula 因为我觉得我有很多比这个好用的Liquid Lipstick的Formula 但这个颜色还不错了 对这个就是Two Faced Melted Matte 然后我们来试这个Boxum的巨明星的一个产品 是他们家的那个White Russian 这个他们叫什么Full On Lip Cream 然后这个White Russian这个颜色也是被推到不行不行的了 这个在我唇上绝对显不出来颜色 所以我必须把它Top在就是这个 这个上面让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它就是那种牛奶粉 这个是牛奶粉 然后它的Formula是我最喜欢的Lip Gloss的Formula 因为它有那种Minty的感觉 就真的有Plump你的嘴巴的感觉 就很舒服就是了 好大家看我把它Top在这个Two Faced的Liquid Lipstick上面 对不起这里面还有一只这个 SDA的这个Pencil Lip Pencil我不知道被我搞到哪里去了 我找不到了不在盒子里 被我弄到哪儿去了呢 我也不知道 所以没办法给大家试那个颜色了 但是它其实是一二三四五六六个东西 但是我现在只有五个试色 我找不到那只唇线笔 我不知道弄到哪儿去了 接下来呢我真的是Save the Best to the Last 因为我最近对这个 这个东西真的是obsessed 这个是Nude Stick新出的叫做Magnetic Matte Lip Color 大家看一下 它是完全的Transfer Proof的 真的超强的 它基本上就是一个Liquid Lipstick在Pencil Form里面 就是液体唇膏在铅笔的Form里面 它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它非常好操控 你知道用这种铅笔来画唇 比你用那种液体唇膏的那种Dofo Applicator 就真的是要好用很多 我自从发现了这个以后 我本来是先买了两只来试一下 后来我又重新买了两只 我觉得真的是太太太方便了 然后我自从买了以后 基本上就是non-stop using it 它来的也特别可爱 它在这个小team里面 然后它这个盖子上面是有一个那个镜子的 我不想blind你们 然后它里面就是带一只这个唇笔 然后带一只血笔刀 就每一个它都会带一只血笔刀 然后它还每发一单的时候 它会还会给一个这个这种这种化妆包 大家看超可爱的 比如说这个字它写的是 I need my coffee and makeup to go 它会带一个这种化妆包 我还有另外一个写的是另外不同的字 就这种黑色打带的化妆包 然后你知道女孩子们这些东西先是最容易 就是attract my attention的这样子 然后我就觉得formula来说 它是有一点干的 但是liquid lipstick都干 你要让它不transfer 它就肯定是干的 它就是完全是一层颜色附着在你的唇上 但是我觉得它真的是比liquid lipstick好的 就是因为它完完全全的就是pencil的form 就很好勾勒你知道吗 就很好勾勒这个唇的周围 然后反正很好控制就是了 然后我买的这四个颜色呢 就是这个颜色叫做rose 它是最裸的一个颜色 然后这个颜色是属于那种偏珊瑚的粉色 它叫做capri 然后这个颜色叫sint 超级美的 比这个rose要稍微深一点点的 但是我觉得还是可以作为裸色的family来这样说 最后一个最深的颜色 这个叫vinyl 还是叫vino啊 我也不知道 就是那种真的是深深深酒红色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超级超级美的 很有气场的一个颜色 就是我现在嘴上这个颜色 所以我要给大家 这个是他们家新出的产品 我要给大家强烈强烈的种草一下 强烈强烈的安利一下 我觉得大家可以 如果说是担心干的妹子们 可以先入一支来试一试你是否喜欢 但是如果就是说你完全可以handle liquid lipstick的妹子 那你绝对可以handle这个 它也不比liquid lipstick更干到哪里去 反正总之就是很好用 长时间不transfer 就是超级强悍的 大家看 绝对不会smudge这样子 超级强悍的 所以喜欢裸色的妹子建议入这个rose 喜欢就是春夏天马上要到了 跳一点颜色可以入这个capry 然后喜欢稍微深一点点的裸色 可以入这个sint 喜欢这种气场易解性的 可以入这个venal 我觉得真的是超级超级美的 所以我要给大家强烈的种草一下 OK同学们 这个就是今天所有的 我最近买的唇妆的 也许不是所有 也许我漏掉了什么 不过我实在是很难找到的 最近是一片的混乱 你知道有宝宝以后 所以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别忘了给我点个赞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的话 也请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大家如果需要任何的产品的信息 我一般都是会列在下面的 除非我非常非常忙的情况下 我一般会后面补 OK了 那今天就到此为止吧 好了 until next time 大家have a good week 拜拜 拜拜 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我最近 也没有停止买买买的脚步 就是分享一下 最近的shopping haul 如果您感谢